接着我们来谈 Anonymous使用者的上传 Anonymous用户 预设都只能让他下载 你不会希望他上传 上传需要兼顾到的 就是使用者在上传时目录的权限 这个先等一下 你看我到SRV 到刚刚的download 如果我在download这个目录里面 建立了一个目录 它叫做Upload 说实在有点不太合理不贵 无所谓 Upload 你要让Anonymous上传 你是不是要针对Anonymous 去让所有人都可以写上来 意思是 所有人既然都可以写上来 那他的权限是什么 Change mode 777 Upload 777是一回事 但别忘了777又要避免Anonymous 莫名其妙的人在这边 互相乱杀人家的档案 所以加个E E777 E77叫做Sticky Beat 它防范777目录里面被人家加上 或被人家乱杀 就是目录里面使用者互相乱杀 看来 这个地方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是目录的权限的问题 S106有没有什么特殊设定会阻挡我呢 我们来试试看 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登入 我用FTP 那我就进去了 这边看到Upload Upload 这里面是有东西还是没东西 没东西 我可以上传 用指令上传之前 要先看你本地所在的目录 有没有东西可以上传 你在FTP的指令行中 暂时逃开 变回自己的Shell 请你用金探号 这是暂时的逃开 回到自己的Shell 这个地方有几个档案可以往上传的 比如说我有一个E.WMA 这是一首歌 叫做E.WMA 我回去EXIT 回到FTP的Prom 我用putput上传 1.WMA 可以传吗 哎呀 不给传 我目录开放了 为什么不给传 因为我的主设定档 里面并没有允许 我的FTP可以上传 请看在这里 再编大一点 我往上拉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像刚刚讲 你要上传 FTP Anonymous 要上传 在这里 WriteEnable Yes 没问题 可是这里 这个 你要把它打开 它叫做Anonymous Upload Enable 这个Anonymous Upload Enable 的好处是 如果你不开是不能上传的 但是你只上传 你只开放了上传 你不允许人家删除 也不会允许人家建立目录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选择 你要是忘记这件事 你的FTP Anonymous 就不能上传 改完设定档 重开 再来 外面人来了 用FTP 登入 越来越快 对不对 PUT 先进入 Upload 目录 LS 看到是这样 PUT ONE WMA 上传 成功了吗 另外一个上传会成功的原因 另外一个上传会成功的原因 除了我们注意到了它的S-E-Linux的类别Type之外 就是我们刚刚开了一个很不可以开的东西 很少开的东西 叫做Annal Annal FTPD Full Access 它的意思是让FTP伺服器可以自由的读取 存取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目录 如果你打开了它 它是非常自由的 FTP伺服器可以去读写任何地方 所以Annal 也自动的可以上传了 当你开放了目录的权限 开放上去就OK 好 所以Annal 上传事实上还要注意一件事 如果我们故意不开这个的话 你一定要记得看一下Annal 上面的上传的状况 LL 它的类别叫做Public Content Type 所以如果你以后遇到别的状况 所以我还是在这边跟你讲一下 你必须把上传目录的Type 改成Public Content RW Type 要千万小心这件事 如果你的S1 Linux开起来是强制执行的话 对于这个目录权限上面的设定 你就要非常的小心 这就是我们Annal 上传的重要的重点 这样子上传就应该就没有问题 你可以再看我们拿外面的客户端 我不用Jimmy先贴出去 重来一次FTP 冒号两条斜线 192.168.0.250上去 用匿名登入 看到Upload 丢 可以丢 有没有 好 丢 可以丢 所以丢上去是可以丢的 那下载当然都可以下 这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好 其他人登入进来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过程 OK 好 这样子我们FTP伺服器连线的设定 可以说到了一个地步